电影鱼呢,鱼里简优,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世界奇妙物语2019秋季篇 一个惊悚的小故事 一个人怒营 故事开始,大叔正在山上怒营 大叔非常喜欢一个人怒营 因为一个人独处,可以直面真实的自己 也可以忘记工作中的烦恼 这在这时手机响了 大叔不想被打扰,直接关机了 随后大叔杀了一条鱼 给自己做了一顿惬意的晚餐 刚吃完,远处就传来嘻嘻嘻嘻的脚步声 大叔很诧异 我特意选了这个偏僻的山谷 怎么还有其他人呢 没一会儿,一位西装男来到了大叔面前 大叔问,你也是在附近露营的吗 西装男回答,不用在意这些 接着西装男坐下来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西装男说,我有一个女儿,她很可爱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漂亮 我和妻子都很溺爱她 见大叔对自己女儿的事不是很感兴趣 西装男就问大叔 晚上一个人在这露营不怕吗 大叔笑着说 一个人露营可以考验自己的生存技能 所以不管是雷雨天还是风雪天 我都不怕 这时,西装男迅速拿起了大叔的水果刀 大叔顿时就紧张了 西装男笑着说,这把刀我拿过去用一用 说完,西装男朝树林里走去 没等大叔搞清楚状况 身后又出现了一位妹子 妹子一坐下来就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非常优秀 在学校拿了各种奖项 希望毕业后可以从事和音乐相关的工作 就在这时,树林里传来一阵身影声 大叔过来一瞧 那位西装男正在用水果刀切副 大叔急忙阻止 但西装男已经断气了 接着,妹子抱着脊臼箱过来了 大叔以为妹子过来救西装男 一想不到的是,妹子也要自杀 妹子抓起一卷纱布就往嘴里塞 大叔让妹子快停手 但是妹子根本不停 没一会儿,妹子就断气了 大叔吓坏了 急忙回帐篷里拿手机报警 结果又来了一位年迈的老婆婆 婆婆说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已经觉得别无所求了 但我最近报了一个电脑培训班 在网上我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婆婆还没说完 就被大叔打断了 因为大叔害怕婆婆也是来自杀的 就对婆婆说 拜托您了 希望您别寻死 婆婆却淡定的说 不行,我要死 说完 婆婆甩看了大叔的手 然后朝篝火走去 大叔彻底崩溃了 大声喊道 别死啊 要活下去啊 画面一转 大叔被惊醒了 难道做了一个噩梦吗 但手上沾满了血迹 而且急救箱也是空的 就在这时 三个人影朝着帐篷走来 没错 正是西装男 妹子和老婆婆 他们齐声喊道 现在让我们别死 好好活下去 那个时候 你为什么没有这样想呢 这一刻 大叔彻底明白了 他们是来复仇的 原来大叔是一名主治医生 十年前 大叔给妹子做了一场手术 因自己失误 将一块纱布 留在了妹子的脑袋里 十年后 这块纱布引发了半血症 妹子因此断送了性命 而那位西装男 正是妹子的父亲 父亲伤心过度 最后选择了切腹自杀 而那位婆婆 是因为发生火灾 并送到了大叔的医院 结果大叔说 自己现在很忙 没有接受这位婆婆 后来新闻公布 婆婆没有得到及时救治 死掉了 回忆结束 大叔冲出帐篷 疯狂地呼喊着救命 但这个山谷太偏了 没有人在这儿怒营 最后 大叔不慎 滴落山崖下面去了 画面一转 大叔被人发现 并送到了医院抢救 结果也碰到了两位庸医 庸医说 病人伤得太重 没救了 故事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乐 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 了解忧 了解忧